女人刚坐进车里突然感觉有些不对 他下意识地推开车门 可下一秒他竟然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 原来在几分钟前 凯伦带着儿子在游乐园玩耍 一位陌生男子上前搭话 他自称是儿子同学的父亲 两人交流几句后 男人给凯伦递上了一杯饮料 结果就中招了 等凯伦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一个手术台上 张照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刑具 男人详细地解释了一下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随后完全不顾凯伦的哀求 照着安斯光片上的伤痕位置 掀开女人的衣服 拿起一把精致的小锤子 朝着女人的肺部锤了下去 晚上男人把奄奄一息的凯伦 直接扔到了路边 男子也主动报警离开 而男人正是罪恶黑名单身的施虐者 弗伯勒总部遭袭击后 丈夫他们越发反感朱莉的工作 更受不了弗伯勒为了找出内奸 天天在他们家进行监视 记载的矛盾让两个人大吵起来 而这时朱莉的电话响了 上面显示有新案子发生 正是开头的凯伦虐杀案 凶手目前已经杀害了七个人 受害者没有任何交集 最奇怪的是 凶手每次都给受害者留一口气 选择报警给被害者活命的时间 朱莉和唐纳德随后来到了停时间 见到凯伦的丈夫和儿子迈克 丈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唐纳德因为腿脚不变 在与迈克的闲聊中 唐纳德发现迈克很奇怪 他对母亲的死一点都不悲伤 而是嘴里一直在问 父亲什么时候能出来 朱莉这边忙着案子 雷蒙德也没有闲着 他最亲密的部下 鲁莉遇害 他安葬了鲁莉后 开始准备复仇 虽然家里克死了 但他不会善罢甘休 发誓要挖出所有参与结案的凶手 用他们的命来既定鲁莉 要不然对不起我红魔的外号码 他很快找到了救护车上的护士 厂房里注射药物的医生 以及参与监视朱莉家的另一人 显然对手非常的聪明 这三个人只是临时雇佣的 相互之间都不认识 报酬也只以小额现金之父 三人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只求能够活命 但雷蒙德最终将他们一一灭口 解决掉一切后 雷蒙德打电话给朱莉 他已经知道朱莉会负责凯伦的案子 雷蒙德提醒他 连环杀手作案一定有规律 他必须了解凶手作案的意图 朱莉听完后伸受启发 这是我见过最匪一所思的凶手 男人连续将七名受害者 折磨得奄奄一息 就主动替受害者叫来救护车 别误会 他可不是良心发现 而是心理变态的表示 这边朱莉查看被害者凯伦的资料 意外发现凯伦的儿子麦克 曾多次受伤住进医院 根据医疗记录上的X光片显示 经过对比 麦克身上的每处断裂伤口 都在凯伦身上重现 唐纳德听到这些后 顿时明白了麦克在停尸房的表情 当朱莉问到麦克时 孩子还是非常的抵触 最后麦克在父亲的鼓励下 麦克终于说出了真相 本来应该保护孩子的母亲 却是施加暴力的凶手 朱莉推测凶手的对象是施暴者 凶手就像侠客一样行侠仗义 正准备着手深入调查时 库珀局长把米拉叫了出来 米拉已经被排除在内监嫌疑之外 所以库珀让米拉 调查加里克小组的海外银行账户 而雷蒙德根据医生等人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由此支付习惯的奥多 开门直接射杀了其他手下 之后他在奥多身上倒满福特加 接着点了只雪茄 问是谁在背后资助加里克的行动 奥多经不住雷蒙德的折磨 说出了严行家亨利的名字 合到答案的他直接开枪打死了奥多 此外 佛布勒根据加里克海外账户的转账记录 而这幕后黑手就是佛布勒技术员 库珀立即提审技术员 但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技术员早就被邓笔提前抓走了 拉开头杖后技术员看到雷蒙德坐在对面 顿时下的满头冷汗 雷蒙德给他两分钟的时间 命令他立刻将500万美元转移到他的账户上去 而且希望这笔转账无法被追踪 否则送他花生米 倒计时开始技术员开始冷汗直流 但是手上却不敢停歇 迅速输入账号转账 一起合成 原来雷蒙德也查到佛布勒有内鬼 看到惊慌的技术员确认他不是内奸 一个有隐藏金钱能力的人 是不会傻到明目张胆的转入能被追踪的佣金的 一定有人在嫁祸技术员 从而转移调查方向 刚才的转账只是一个测试 既然查证了技术员是被人陷害的 这就是说银行家骗了他 雷蒙德找到了银行家亨利 还装出了一副友好的样子 和亨利的妻子聊得很嗨 但亨利站到雷蒙德是紧张得不得了 最后前一秒笑咪咪的红膜 下一秒直接开枪打在了亨利的腿上 同时把妻子塞进衣棍里 亨利抵不住雷蒙德的威胁 直接说出真正的内奸是牛顿 这边朱莉的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发现亲民受害者都有虐待他人的习惯 而被虐的人是在不同的医院就诊过的 朱莉仔细查看了医疗记录 发现他们都被同一护士卡尔处理过伤口 卡尔是护士间临时的医生 医院经常遇到人手不足 所以卡尔会去不同的医院工作 更奇怪的是 卡尔从小就被母亲毒打虐待 而在卡尔的医疗记录中 他们很快发现了又一名被家暴的患者 此人正是乔治的妻子 没错 他正是施虐者的下一个目标 施虐者一路跟踪乔治 和他一起参加忏悔互助会 在互助会结束后 乔治就被绑到了手术台上 然后推着坐轮椅的母亲来到了这里 一起参与了这场报复行动 让母亲亲自观看这个过程 这样就能够让母亲感受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 多么的有人恨 与此同时 朱莉得知 施虐者的目标是乔治后 立刻前去进行走访 果然在互助会那边 确定乔治被卡尔带走了 朱莉猜测卡尔的作案动机 是为了弥补自己儿时的痛苦经历 那么选择作案的地点 肯定是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卡尔这边正准备虐待乔治 看着儿子伤害折磨别人 老母亲的眼里满是恐惧和悔恨 首先伤害眼角膜 然后制作脑震荡 就在卡尔正准备下锤时 朱莉及时赶到 决枪制止了卡尔的行为 然而卡尔依旧不悔改 随即拿起铁锤砸向自己的母亲 为自己童年的痛苦经历报仇 情急之下 朱莉开枪射杀了他 最后技术员主动到弗伯勒自首 他带回了一份文件 是雷蒙德让他交给局长的 至于谁是牛顿 只有雷蒙德自己知道 雷蒙德把鲁力的骨灰撒进河里 一旁站着一名男子 男人正是假装校长面试汤姆的 他就是牛顿 牛顿知道自己的阴谋已经破灭 已经不做任何反抗 临死前只求雷蒙德放过自己的家人 雷蒙德最后用塑料袋 闷死了牛顿 做好这一切后 雷蒙德来到了朱莉家里 他告诉朱莉 内奸牛顿被除掉了 不过雷蒙德认为 牛顿只是小鱼 佛伯伦内部还有个高级别的内奸 所以只能偷偷跟他联系 朱莉笑着欢迎雷蒙德归队 这次雷蒙德带来一个贵重的礼物 那就是黑名单的下一个名字 这对搭档将在黑白两档 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关注觉得我们下期更多精彩内容